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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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在聽的總統 我覺得說 他們喔 不管是氣功局 杜華局 市長 他們在說的我覺得有什麼 避重救青的 我叫人子 我怎麼說的 我們在家裡的問題 他們沒有完全帶我們 我問一個 這個環瓶的問題 環瓶的問題 那是以前的事情 目前這個環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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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說通過了 但是環瓶並沒有來 我們的股民說到底你們是怎樣 你們這個環境是怎樣 就比我們剛才說 我們現在地下水非常豐富 它環瓶可以過嗎 因為像現在的 比如說今天沒有下雨 但是我們旁邊的水溝還是潛水 一直在流 這環瓶可以過嗎 我們在那邊生活了二三十年 他們都沒有來問 你們怎麼怎麼 怎麼生活怎麼樣 都沒有 還有呢 我提問說 十幾年前的工程會 跟現在的工程會都一樣 難道十幾年前的工程會 是非常好賺嗎 他也沒有錢給我答覆 因為市長 從頭到尾 這一次是第二次 面對老百姓 但是 第一次面對老百姓也是 為了事 這一次 我覺得 今天 有非常生意 不能說 但是 頭部不太大 因為 他 已經決定要 行政院的版本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說 怎麼 這是節目的 看法 並不能說 改變他的想法 謝謝謝謝 就這樣 今天 六千頂辦這四項 所謂的 他的重點 台語也可以吧 他主要的重點 就是說 他要用這個 他要強調他的照顧方案 他想說 用這個照顧案去推出 有一部分的人 能夠去接受 所以 聽說 有一些人能不能簽名 怎麼樣 就把這個居民分化 其實這個照顧方案 根本是一種補償 補償在前面 公益性 必要性 這個 比例性 都沒有做到 你只跳到 做這個補償 這一項 這是不對的 所以 我有起來問他 我說 你 能不能辦一場 這個聽證會 我很堅持 我說這麼卑微 4075人 要求 聽一場聽證會 你們為什麼不辦呢 大會做這麼大 而且用警察 把他擋住 我們 一向 要求他聽證會 他就一直逃避 逃避 所以 他還是 最後他給我答覆說 這個聽證會 有這個 強勢性的聽證會 有法律效應 一種 就是 任意性的 那我說OK 你就辦個任意性 也可以啊 因為聽證會 起碼你有辦 你要把這個東西 資料都 呈現給人民 給我們都知道 都看到 而且呢 你講的話呢 要錄影啊 你表示你負責任啊 結果就叫局署長在那邊 呼嚨啦 說什麼 有 什麼他講的 有法律訓啊 他的什麼計畫裡面 這都假的 所以我追問他一句話 我說 賴市長 你說這個鐵路 東以市是不是 唯一的版本 有沒有講這一句話 報紙對我寫 你是不是認為 這是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沒有 東以就不能蓋啊 他不敢打 而且我好幾次問他 你就承諾嘛 你說不行 那你就 你就 承諾說 你這個唯一版本 就只有這個 才能做 他不敢承諾啊 表示呢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做 你既然有方法可以做 你不做 故意要去徵收人的獨立 這樣便宜行事呢 這就違憲嘛 所以呢 我要強調他 其實整場呢 他就逃避這些重要的東西 就像剛才講過的 公益性 必要性 這個都一定要有的 你沒有這些東西 你根本 人家強制成徵收土地 是沒有道理啊 而且呢 我要辦理這個聽證會 他都推給中央 他說中央是權限 因為中央呢 負責徵收 是中央沒有錯 但是地方呢 負責就是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變更 這一項就是地方的 只要都市計畫 不合當 不妥當 你根本不能蓋啊 所以最重要 就是在都市計畫 這一項裡面 賴市長呢 這個還是不用掉 因為都市計畫 我有跟他講過嘛 裡面都是球員兼裁判 包括那個局長 也是裡面都市計畫的委員 還有你叫的東西的人員 你有沒有一些民間公益的團體來做啊 所以常常說 我有講過嘛 所以我媽媽講過 為什麼呢 沒事拆路 這個扣翻馬路 拆馬路 都是有錢人的 都在路邊 那沒有錢的變成公員 常常都這樣 就是裡面都不公平 有這些疑慮嘛 所以呢 我要求他辦一場聽證會 你講一些理由 你也對 我也對 我們一起來講 結果呢 他是逃避 他沒有誠意 辦這個 我跟你講最主要他就是說 把這個程序直接跳到補償 有些人接受 他把事情都完了 所以呢 我覺得賴市長呢 這是沒有人權 OK 昨天呢 昨天是第一場說明會 那這個說明會呢 南市府是對外宣稱是 台南市政府跟受差戶的溝通的 溝通的座談 但是呢 呃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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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 他其實最大的目的 其實要談的是 現在他們急著想要跑的照顧方案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 像昨天的居民 他們有收到一封信 然後那一封信裡面有一個調查表 就是 問他們有沒有要去照顧方案的意願 的調查表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陷阱 因為一旦居民開始 透過昨天的會 然後 有的北區 昨天是北區的 北區的居民就開始 繳那張調查表 其實那個就是一個陷阱的開始 對 因為現在的爭議的問題 其實還沒有被解決 那自救會這邊 也一直 從八月北上民進黨黨部 就要求要一個公平公開的聽證會 那到現在一直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 還是依法無懼 那依法無懼這件事情 其實 就行政程序法107條 其實主管機關 只要有必要都可以來召開 可是今天其實他們是 可以作為可是不作為 然後反而用什麼依法無懼這種東西來回避 對 但今天就是 我們要的就是 要達到一個聽證的實質 不管你叫什麼名稱 但是我們就是要一個 不要像今天 或者像一直以來 就是以他們為單 當方面的主導的這種會議 主要是聽證的精神 那昨天這個照顧說明會呢 其實第一個居民要來 要講那個通知單 然後私底下 他們有很多的小蜜蜂 也在跟居民講 照顧方案的內容 對 那這個說明會呢 其實一開始呢 他們就把整個門口都擋住 就是警察 就擋在擋在門外 然後一直製造衝突的畫面 那製造衝突的畫面 就變成說 因為其實學生本來 就沒有要跟他們做衝突 可是今天警察在 一直擋在門外 包括不要說學生啦 就連北區的居民要進去 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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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擠 推擠的 就是整個被警察掩蓋 掩蓋在下面 就這個說明會 他的意圖到底是什麼 然後為什麼這麼害怕 大家一起進去 然後我們進去的時候 才發現 他根本沒有必要這樣 大費周章 製造這種衝突混亂 因為發現空位還很多 他是在 開源國小的大理堂 那進去的時候呢 好不容易進去了 我們看到的 我們不知道議程是什麼 我們只看到賴市長 主導權 說話權在賴市長的手上 然後 又說了 居民已經聽了 不想再聽的內容 然後裡面是很多不實的 就北區的居民就跑來跟我私下說 這個賴市長今天說的 我都可以倒背了 然後裡面有些不實的內容 比如說他又在開始說 2月6號 2月28號 有跟居民做過什麼溝通 其實有參加的居民都知道 這個會議裡面是非常有問題的 他的人數比例不公平 然後 這個問題 自就會早就已經當面跟他們說過 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這個東西是 不是一個在 開放居民討論的一個空間 然後 我們的北區的居民 還有包括學生 昨天都有 都有進場 然後我們就開始舉手 舉手是表示 我們沒有辦法認同賴市長的聲音 我們要發言 我們也要有我們人民的聲音 學生的聲音 不同的聲音 我們本來是坐在原來的位置 舉手 賴市長當中沒看到 繼續講他的謊言 然後呢 好 賴市長沒看到沒關係 我們站到走到中間 我們站起來 繼續舉手 代表我們要發言 還是 還是假裝沒有看到 故意閃避 然後我們就走到賴市長的前面 就在他正前面 他完全 眼睛沒有辦法 不敢支持學生 完全不敢支持學生 最後 我們要看到 到底要怎麼樣賴清德 才願意看到 人民是有聲音要發言的 於是 我們學生跪下 好 跪下的那一刻 終於 終於他有反應了 但是他的反應不是 而是 看見說 原來 這些人舉手已經很久了 他們有什麼意見要發言 給他們發言 不是 而是他的面子問題 面子問題 他的 志工們馬上就圍起了人牆 圍起了這道人牆 讓媒體記者呢 不會拍到賴市長 這麼好形象的一位市長 在前面 有這樣子下跪的這種畫面 覺得很難看 對 那最後就導向賴市長 就是 停止 停止會議 他說 我們跪在這邊 他沒有辦法繼續進行下去 但是我們跪在那邊 只是舉手要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並沒有去干擾 但 就是 市政府現在就是故意操作成 我們在干擾這個程序的進行 最後 你應該可以看到 今天 昨天的媒體 就變成是 學生暴動啊等等的 可是我們必須要再說一次 我們 從頭到尾的一個目的 就只有 進去 進去裡面 然後我們的目的就是 我們可以發言 表達我們的意見 就這樣而已 要暴動 要衝突 都不是我們原本設定的 今天會變成這種場面 都是市政府這邊有意安排的 第一個進去的場面 為什麼要搞得那麼失控 進去發現 根本沒有必要這樣荒謬 然後到了現場 要發言 沒有看到 會在那邊 要一直製造 我們是在 妨害 妨害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的 進行 對 那昨天的 昨天的這個會 呃 跟今天這個會 大概居民 我們今天沒辦法進去 但是居民出來呢 都有反應 就是一樣 就是跟昨天的一樣的說法 而且就是居民就說 就是 就是 今天聽賴清德講 又聽不下去 因為同樣的東西 然後回應的問題 都是 都是隨便敷衍 那其實最根本的就是 還是不 不敢給我們這個聽證會 對 那今天這 昨天這個說明會 其實如果他 名義上 對外宣稱的是 照顧 不是照顧 市政府 跟拆遷戶的 溝通 互動會 那我們顯然看到 那個 溝通互動 互動的目的 沒有達成 就是他一樣 又在講 要對媒體說的話 然後很多是不實的 那我們現在很怕的是說呢 他 他這四場的最大目的 其實是要 開啟那個照顧方案的推動 那那個照顧方案的東西 不應該是在這個階段去 被談起的 這個階段我們要的是 台南鐵路地下化 東移 其實 沿線 407戶 有這麼多的聲音 除此之外 也有 比如說鐵道專家 文化界 一些學者專家 也有不同的聲音 這些東西都還沒有 被納進來討論 東移 是不是唯一的版本 今天 有一個住戶 他有提問 他跟賴市長問一個問題 賴市長不敢回答 他問他說 現在這個鐵路東移的這個版本 是不是唯一的版本 是不是完全沒有其他的可能性的版本 賴市長完全不敢承諾 就這個問題其實就很清楚了 明明就還有其他的版本 其他的討論空間 可是 需要的這個聽證會 他卻不敢來辦 那今天你也看到了 就是他完全不敢讓學生進去 然後他徐世榮教授 王運森教授 都是學者專家 也是沒有辦法進場 他就是要去分化成 他先分化成北區東區 仁德區 然後再分化成是住戶還是非住戶 但是問題是呢 台南鐵路地下化這個議題 他不是屬於北區的議題 或者是南區東區 不是分區去限制的議題 這個議題是全台灣的議題 就你不能限制全台灣任何一個人 去關心這個重大建設 你不能限制台灣任何一個人 去關心這種破簽 破簽案 這種危害到 最直接危害到居民的居住權 生存權工作權 這種很基本的權利 對 所以接下來 下禮拜 這禮拜五還會有一場 下禮拜一也會有一場 就最後這兩場 那我們 就是 一樣 一樣 還是要爭取 我們要進去 然後一樣要爭取 居民的聲音 可以得到正面的回憶 一樣要爭取聽證回憶 但是 就是可以在陸續追蹤 來看 到底市政府 到底如果真的有誠意 他表現的態度是 開啟民主的大門 還是像今天 今天這個民主的社會 鄭南榮爭取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鄭南榮都已經過世 過世二十幾年了 可是我們今天 卻還要在這個地方 所謂台南 是一個民主的聖地 我們卻還在這邊 被擋在門外 完全沒有辦法去參與一個 號稱 號稱是要溝通的 互動的說明會 所以我們會繼續爭取 然後繼續爭取 我們要的是一個 可以讓不同意見 採納的聽證會 那聽證會是一個精神 請台南市政府 不要再說 他是依法無據 他依法有據 行政法107條 就告訴你 有必要就應該來召開 那我不相信 影響這麼嚴重的 407戶的居民 你會說他沒有必要 絕對 絕對是有必要 請來召開 吧 。